播一九六六 长照专系申请 亦是用区人微信设计 想带着日美同族技术的微信 香港用特探过的漂泡水 亦是注尽 内情节接送为命多的东西的表面 香港无论的外计家隔离的密切接受者 想自我空间感谢十四年 监察又合了一条争头 想联络EQ、微信Q和EQ22 就只是希望以前亦是指教 不准从台中运输公司 香港主统公司可能的接受事 字笔总行 关心 分享成功的经验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 是令人很兴奋 富裕人生 邀请您一同加入 硬料华尔街 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硬料华尔街 今天这个行情到底该怎么看 盘中你可以看到台北股市一度大跌 371点 对不对 那这里到底有没有问题 我请大家仔细去看一下 在这边跌300多点的时候 我请问各位这个 国际股市 他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动 其实还好啦 对不对 所以代表说这是属于台湾内部的因素 内部的因素 在哪里 在于说这个科技厂 有一些传出来确诊 台积电好像也有移力确诊 对不对 所以大家会有点紧张 可是你发现今天紧张的感觉 好像有点牛头不对马嘴 为什么 明明是电子业出了问题 可是呢 拉回的是什么 拉回的是这个很多的传扇股 阳明大跌 对不对 长龙大跌 明明电子股照样 为什么这个传扇股会拉回来 为什么会这样 可能很多人搞不太清楚 那就我来看应该是这样子的 就说今天阳明他公告了 所谓的4月份的EPS 对不对 赚不赚钱 很赚钱 2.66 有没有 超级赚啊 可是股价呢力度不涨 那通常这个样子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一点 就说短线他可能资金有些在跑 但是不代表整个航运的行情 就结束了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他基本面还是很好 只是说现在公告的这个力多 短线会有一些短线客下车 对不对 所以连带的很多的这个 赏装航运也拉回来了 域名也拉回来 但是你发现到 赏装航运的收脚的脚 收的比什么 比 货柜的来的长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整个 赏装的部分 其实呢 这一波的卖压 我觉得应该没那么重 因为该卖这边都已经卖掉了 这边拉起来 这边该调节调整嘛 搞不好这拉回过后呢 还有机会再上 对不对 所以阳明怎么看 我跟各位讲 航运短线转落 但是呢 在第三季之前 我看法还是没改变 在第三季之前 他的基本面EPS大家都可以期待 这拉回过后搞不好 就会像这一段一样 突然之间又转起来 所以拉回不要过度悲观 只是说 现在的资金 开始慢慢的有一些转移 转到哪里 各位你看到 今天的这个19大类股的成交比重 电子的部分 回到了大概42% 43%左右 这是好的现象嘛 航运比重还是很高 大概33%多 代表说 今天下沙是有出量的 很多人呢 都在做航运 都在玩航运 那航运今天的报 今天的量 33%多算是蛮高的哦 那你家该怎么看 我觉得你还是看电子 为什么 因为 第一个 电子指数今天 他是有顺利的 站回到季限制上 反正有跌破 可能马上拉起来 代表说他是有人在防守 然后你在看哦 最近这个 成交量的部分哦 这边你会发现到他离十日均线很远 代表没有人气 这个地方都在传产嘛 但最近你会发现到 他慢慢的回到了十日均线之上 虽然是很歇尾 但这个都是征兆 代表说他的人气 是有慢慢的在回容当中 再加上你看 今天整个传产强势的部分 只剩下的兆子类股 兆子类股 兆子类股还涨了多少 7.91% 对不对 钢铁也跌 跌多少 跌2.77 然后呢 航运跌最多 跌4.57 那代表说阳明的利多不涨 那大家要小心了嘛 这个信号 短线资金在测 在测的情况之下 那资金要转哪里 转到有一些 我觉得还ok的电子股身上 因为美国科技股哦 目前来看呢 他有一些稍微转强的现象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 来你看一下 那萨克指数 回测过后转强 那为什么会转强 主要原因在这个地方 就说上个礼拜 他公布了非农新增就业人数 增加多少 增加了55.9万人 这个数字哦 虽然说是比预期的差 可是呢没有差很多 再来你看失业率 失业率是5.8% 预期是多少 5.9 前期是多少 前期是6.1哦 那这个数据怎么解读呢 各位 代表说美国经济 有在好转 因为失业率下降嘛 可是他下降的幅度有没有很大 没有很大 这个对股市来说是好的现象 就是说他有经济有在复苏 可是复苏的力道强不强劲 没有很强 所以大家呢 就不要去太担心说 联准会会快速的升息 这是关键的要点 就因为他的数据失业率来看呢 并没有降很多 所以大家对联准会快速的升息呢 一律就稍微解除了一点 所以你在看哦 美国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收益图 在礼拜五的时候 对不对 快速下跌 这跌幅多少 3.9% 以十年期公债率来讲 跌3.9% 算是蛮多的哦 所以当十年期公债率下降的时候呢 整个美国科技股 他就会开始转强 再加上现在 中国大陆要跟你讲说 十四五规划里面要开始推 强力的推电动车 那美国大基建的部分呢 今天晚上可能会通过嘛 那这里面有包很多电动车 跟很多的5G建设 对不对 所以这些都有关联性 那这些如果 这个推行政策 真的下去的时候呢 那很多电子轨营收比重 就会开始怎么样 慢慢的起来 所以今天晚上我觉得很关键 今天晚上 拜登 跟共和党的代表 卡皮托 要再一次的一个协商 上个礼拜五协商是不OK 那整个大基建议加过程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说一开始拜登推多少 2.3兆 但是呢 共和党说不行 那拜登在说嘛 我说1.7兆可不可以 共和党还是说不行 我给你多少 我给你9280亿 那拜登说一兆好不好 他还说不行 对不对 后来呢 一来一回之间 后来共和党妥协了 好吧 那就这样子好了 9280亿 我有条件再加500亿 就说你运用在美国高速公路建设 跟公路建设 还有乔南建设 只能够花多少 2500亿 拜登当然是不行 这跟拜登 想要做的这个公路基建 什么那个金额差太多了 至少五六千亿以上 大概这真的差蛮多的 所以呢 没有结果 没有结果 他们今天晚上还会再调一次嘛 对不对 是否和共和党达成基建的提案 谈判成败是在礼拜一 那如果破局的话呢 各位也不要太担心 如果破局的话 美国民主党他会动用什么 预算协调程序 强行通过法案 因为 民主党在参议运的人数是优势 所以他只要 这个法案只要一起动 他只要50票 再加上副总统的一票 51票他就过关了 那一过关的情况之下 那接下来会迎接什么 迎接的就是 法案通过钱真的拨下来 就开始基建了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礼拜啊 后续啊相关的基建概念股 包括跟电动车有关的 包括跟这个基建需要的原料有关的 比如说钢铁股的大成钢 我觉得我跟各位讲 你会发现今天他的一个幅度来讲 没有跌很多 比较强的像这个威治都打到跌停板 中红也大跌 但是呢大成钢反而怎么样 感觉还好 这就是他有一些伏笔在 懂我意思吗 所以不要去怕这个行情 这个后面还有很多股票 有绝反应 这个里面呢 如果一旦真的开始执行的情况之下 哪些的美国大基建概念股是受惠的 我来帮你一档一档掌握 好不好 所以今天的面对接人拉回来 我跟各位讲 不要太担心 很多股票是好的承接点 一样要积极 你看这段期间 我跟大家讲的伟权店 他也是在这种很恐慌的时候 我提醒大家要开始反攻了 对不对 然后呢就开始一路涨上来 到今天伟权店虽然说 没有在拉涨停板 但是呢还是怎么样盘中创下的新高价 是不是慢慢涨不停 对不对 一回头慢慢的 获利就出来了 这太远了 那你说你要近一点的 好近一点 我们就讲什么 各位我还没跟你开牌是什么 金钻一号 我说一样受惠 美国大基建大消费 谁将受惠 对不对 我给各位看这张图 来各位你看 我们一档一档来看 这叫做一进 因为他是家公司五虎其中一个嘛 那美国大消费买什么 买衣服啊买鞋子啊一大堆 有没有 你跟着我做的会员朋友 我跟各位讲 这样股票没有人赔钱 今天虽然说他没有继续涨停板 但是盘中呢有其他那一段嘛 你是我会员朋友的 你都安心啊 这样股票我们都做得很漂亮 对不对 好再看金钻二号 金钻二号 是我周末假日节目跟大家分享的股票 我说小心下个礼拜 他会喷出 对不对 那今天有没有涨 我们直接来看好不好 我也不盖了 这是哪一档 4736的泰博 泰博今天有没有大涨 恭喜大家 我相信这档股票我节目上我也公开讲过 我说当你在看到这个保林附警跟亚诺法在涨的时候 我说接下来你要注意哪一档股票 接下来你反而要注意什么 注意泰博这一档 我相信这个过程里面我都讲过 他随着会创高 对不对 今天世纪概念股 我们前面做的这个亚诺法 有没有涨领板 亚诺法要转强了吧 保林附警 有没有 今天也转强涨领板了 今天很多世纪概念股都在涨 为什么 因为有科技长确诊了嘛 你知道现在金元店他们要上班怎么上班 你要拿到的是快塞阴性 才能够进入场内工作 那变成怎么样 变成你每天上班都要验嘛 不是吗 你要阴性才能进去嘛 那你今天阴性不代表明天也是阴性啊 所以他过一段时间就要验 那等于说整个世纪的需求量就出来了 而且 现在哦 这个指挥中心也不反对企业设快塞站 之前呢陈时中 部长 很排斥哦 怕这个企业塞出来 这个数据一大堆 大家恐慌 所以一开始怎么样 都不让企业来设 不准 但因为金元店啊 还有超风啊 这个 移工事件爆发之后 慢慢的 指挥中线态度也改变了 企业可以快塞 你们自己设没问题 但是呢 他有个底线 就是要希望 由医事人员来做执行 所以还是要跟医院配合 但至少 有开放企业 可以做快塞的嘛 所以整个快塞世纪的需求 我讲的第一个阶段 大家会恐慌 疫情爆发会恐慌 所以我说指挥中心一定会开始怎么样 针对 世纪的需求会出来 所以当时我直接跟各位讲 亚诺法你们要特别注意 对不对 我当时我不挑他原因是什么 我也坦白跟你讲嘛 去年有一段时间 我被亚诺法修理过 我们会员赔到钱 所以我不想做他 我们做什么 我们做亚诺法 对不对 这段期间有没有拉起来 拉起来过后 我一直要跟各位讲 你要注意什么 注意泰博 为什么现在要注意泰博 亚诺法已经拉起来了 保利福祉也涨起来了 泰博为什么要留意 因为泰博目前 经济部5月的数据来看的话呢 他有国内大概超过八成的抗原试剂的材原材料 他有这个东西啊 其他家有没有 我不知道 但他有 超过六成都他的 他有这个存量嘛 然后呢 再加很多医院又跟他拿 那他不就是完全是 只是说他股价贵了一点啊 大家可能 不买单 因为他还是喜欢便宜一点的嘛 那亚诺法便宜啊 所以一拉就涨停板嘛 那四季三六泰博 比较贵啊 比较贵比较 不是说不好 懂我意思吗 你以周线角度来看 还是很低嘛 对不对 以周线角度来看 这个还没还没涨完嘛 对吧 而且他有什么 血氧机 血氧机概念股 我在节目上我跟各位讲哪一档股票 4.121的优胜 有没有 我讲完后有没有狂飙 我讲完后是一路狂飙 飙了这一段 那这边很多人开始追血氧机 优胜 开始追雅伯 我还是提醒各位 你可以回过头来看什么 看泰博 对不对 为什么泰博也有血氧机啊 而且泰博还有存货 他存货还有大概8万多台 现在很多叫不到货了 那如果泰博他把产能开出来 每个月一般来做这个血氧机的话 他每个月产量大概10万 10万台左右 还可以应付啦 因为这个血氧机啊 我觉得蛮重要的 我最近可能是因为心理压力的关系 我自己有时候看了看那新闻 他会觉得怎么样 胸很闷 然后就开始胡思乱想 我是不是得了 对不对 那怎么办 血氧机拿出来涼涼嘛 有那种夹手指那种 涼涼涼 正常嘛 正常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是自己瞎自己啊 我现在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看到电视 这边确诊 那边确诊 会怕啊 有时候稍微胸闷一点 怎么办 会觉得说好像是不是 确诊了 一定会有这个疑虑 后来我再问一下医师朋友 他有叫我一招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们可以用看 他说你 如果害怕 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得 你可以每天早上起来做一件事情 就怎么样 吸口气 停止呼吸 那如果说你可以超过大概 11秒到15秒 代表你的肺是没事的 如果你没有办法达到的话 代表什么意思 可能肺部有纤维化 这他教我的 所以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 先停止呼吸 停个大概15秒左右 没事没事没事 这可以自我稍微检测一下 懂我意思吗 如果你是吸气 喘不过来怎么办 那赶快哦 去快塞看看好不好 尤其是新北的这个市民投资朋友 这个市长在讲哦 鼓励大家广塞 来有没有 你就看那个嘛 现在很多乐趣有快灾站 人比较少的时候再去 好不好 你不要那个人一堆里面排队 那反而增加感染风险 人比较少的时候去 赶快弄弄 赶快回来 懂我意思吗 那今天来看呢 这个确诊的病例 病例数啊 慢慢大概降下来 大概200多里 我觉得是好的现象 对股市来讲 其实大家已经麻痹了 你如果 接下来这一件事情 就说 如果你的确诊案例数变少了 变成了双位数 购位数的话 那我觉得短期间有一天或两天来讲 对股市来讲 会有个庆祝的行情 所以呢不要看了太空 这个地方还有很多股票可以做 你看泰伯 对不对 今天盘中跌了 370几点 我们泰伯这段期间在干嘛 准备要攻涨停的 只是今天差了一点点 差一点攻涨停 有点可惜 没有关系 好不好 但是至少这一段 大家起来 你看今天收盘涨了十几块钱 那我请问各位 你假日期间你打一通电话进来 值不值得 超级值得啊 你今天买个十张张 我不要赚15万 对不对 现在输困金 很多人只发1万块而已 你买个十张就十几万了 输困金的15倍 有没有 还有那个领不到纾困金 你不要觉得 这个 领不到政府的钱 好可恶啊 我跟各位讲 你领不到纾困金 是一种福气 你要这么想 懂我意思吗 不需要嘛 不需要是最好的 那股票里面的纾困金 我跟各位讲 就是一种福气 你要这么样子想 懂我意思吗 那股票里面的纾困金 我跟各位讲 你就跟着我来 王老师给你 对不对 泰伯你没要到的 没关系 来各位 我们今天看这档股票 金赚3号 我告诉各位 这档股票 你好好把握住 小心明天 直接碰到掌灵板 你动作要快 你今天打到进来 明天早上 9点15分之前 我们告诉各位哪档股票 全力跟着来布局 好不好 这一档我跟各位讲 很简单 金赚3号 你今天你手机 或者是家里的电话 家电家里的电话 有三的投资朋友 我不管有几个三 只要有一个三 都可以 你直接把电话拨通 拨通之后 我告诉各位 明天 我们找一档股票 会跟泰伯一样的 给大家来操作 让你们操作顺利 好不好 股市里面的钱要怎么领 你要先知道四个号码 提款密码 你假日打掉进来 有没有 你有收到提款密码的 今天有没有领到钱 今天马上领钱 好各位 明天呢 你就要看这一档 金赚3号 手机或者是家里电话 有三的投资朋友 今天欢迎大家 直接把电话拨通 这一档接下来 会很飙很飙的股票 我要送给大家 各位你要知道 资金现在在慢慢的移转当中 你会发现今天很多传长股 资金出来了 那要往哪里 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整个美国科技股 又在转强的情况之下 哪一档科技股会受惠 对不对 有什么样子的股票 接下来 会跟泰伯一样 会开始喷出去的 我希望大家好好把握住 就是这一档 金赚3号 各位今天看到节目的 不要跟我客气 手机或家电 有三的投资朋友 直接把电话拨通 明天最标的股票 直接送给各位 守护台湾 守护家园 最艰难的时刻 我们永远有你同在 188 防疫专爱 帮助你守护你的财富 营业头部 守护针线 02-551-3366 21-3366 Live 直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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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e 直播 Live 直播 Live 直播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 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零二 8511-3366 8511-3366 顶业投顾 分享成功的经验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 是令人很兴奋 富裕人生 邀请您一同加入 饮料 华尔街 欢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各位从这张图来看 的确资金有一些变化 就是说今天你会发现到 电子股的成交比重是大于航运股 这是好的现象 然后整个下半年我觉得题材会慢慢的回到很多电子股身上 因为中美之间绿色环保建设要开始 尤其在电动车这一块 这个是有利于整个电子股第二季的表现 那成交量的部分也开始慢慢的回到十字均量之上 所以代表说资金有稍微回来 所以相关的有些电子股有题材的 接下来什么股票可以注意 我希望大家好好把握住 接下来会跟泰博一样做喷出的标的 各位你要不要今天你手机号码有三的投资朋友 或者是家里电话有三的投资朋友 不要跟我客气把电话拨通 打电话进来就对了 我接下来我要做什么 就是找到类似泰博这种股票 让各位可以很轻松的参与到当天的行情 我希望你今天打他进来 明天9点15分前我们会把股票告诉各位 一起来参与 好不好今天打他进来 60秒之内直接让各位做索取 好好把握住这一档 金赚三号 今天只要有打掉进来的投资朋友 你只要符合这个资格的这两股票我都送给大家 希望你在股票市场里面 操作可以顺顺利利 这个礼拜呢可以赚到大钱 好不好怎么赚到大钱 周末假日你看节目你错过 4736的这个泰博投资朋友 欢迎大家今天把电话拨通 来跟我拿什么 这个礼拜 要开始喷的股票就是这一档 金赚三号 手机或家电有三的投资朋友 把电话拨通这两股票直接 送给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 Radio 关聋 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